你给我回去,你把我收起什么,不是什么 你说任何人我都可以收得了 你说我里面是婊子我就收不了 从甜蜜的爱情到如今的互相伤害 70后的余秀华和90后男友为何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其中的原因呢,你知道,我知道 90后的这个小男友啊,知道 余秀华本人呢,更知道 只不过大家当初啊,同时选择了 不知道,然而不知道并不是真的没有 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看似亦万 其实啊,早在情理之中 有些人觉得余秀华这个人啊 丑陋、粗鲁、低俗、满嘴的脏话 换个角度想想啊 如果你遭遇了他现在的遭遇 估计啊,你骂得比他害凶啊 再往深处想想 为什么余秀华这些负面的视频 会在网络上疯狂的传播呢 背后是不是有人故意为之 甚至是故意激怒他 让他说出那些不可入目的话 当然啊,这些呢只是猜想 不过现在流传出来这些内容啊 已经足够摧毁一个人 有位著名的导演呢 甚至呼吁说封杀余秀华 当然这位导演的话呀 大家完全可以当成排气 因为这位导演呢 除了说余秀华之外呀 之前你还喷过很多的明星 说白了就是一个蹭流量的呀 哎对了,他还有个兄弟 特别有名叫宋主德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搜索 他们兄弟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咱们继续说封杀余啊 现在很多人呢 都对他的才华产生了质疑 觉得他之所以成为有名气的死人呢 就是因为残疾 要不然呢 他根本不可能出名 这句话呀 也对 也不对 事实的确如此 封杀余如果不是残疾人 受到媒体关注等等啊 纪元巧合之下啊 就算他诗写的再好 也只能在农村种地 正所谓文无第五无第二啊 比武你很简单 只要你琵琶赢了啊 就能分出个高项 而艺术和文学这块 没人捧你 就算你再优秀 也是白费 我本身你就是学美术的啊 花了十多年的画 咱们这圈里这事啊 多少能了解一些 不对的地方是 于秀华的诗啊 写的的确是好 不能因为他的一些负面消息 就否定了他的才华 那么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好的诗呢 这要从他的悲惨生活经历说起 1976年出生在湖北 刚出生啊 就患上了脑痰 他的家庭条件呢 也很一般 在19岁的时候你就被母亲嫁给了一个比他大12岁的男人 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 很可能在结婚之前 于秀华根本不见识这个男人 有人肯定觉得他母亲这样做太残忍了 其实你恰恰相反啊 贫苦人家的思想很简单 给女儿找个能吃饱饭那地儿 不至于挨饿 那就是幸福 什么爱情啊 追什么追求啊 和能吃饱饭相比啊 简直一文不知 后来呢 到了1998年 于秀华呢 写了他第一首诗 印痕 和很多普通人一样 就是水手在纸上写了写而已啊 直到2009年呢 于秀华呢 才开始正式写诗 主题大多是亲情 爱情和对生活的感悟 2012年啊 于秀华离开村子 去外地打工了 写了一首诗 在异想失眠 当然同样是默默无闻 过着社会底下 艰辛的生活 直到2014年 他的诗被发表 他才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 2015年 于秀华离婚 这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2014年初年 2015年离婚 那为啥之前他不离婚呢 因为之前他没有资本离婚呢 离婚后 这饭可能都吃不饱 没有办法 只能忍受 没有任何爱情的婚姻 这也和咱们很多女性一样啊 虽然两个人感情已经破裂了啊 但是还是勉强一起对付过 很多人你都说是为了孩子 其实真正的原因呢 和于秀华一样 2022年5月 和现在的男友啊 拍了结婚证 当时两个人是相当的甜蜜了 现在呢 是七月初 距离拍婚纱照 也就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呗 让人不仅感叹呢 音声如戏 他反复无常 很多事情呢 你知道 我知道 于秀华知道 他的90号小男友 更是知道 可是大家就是不说出来 罢了